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医药走向世界难得的机遇 应以此为切记 积极加强中医药界和世界各国高水平学术交流 正在说话的这位男士名叫毛磊 她是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屠优优的女婿 前不久中国驻瑞典使馆为屠优优获奖举办招待会 屠优优因为身体原因未能出席 由她的女婿代表她发言 活动当天中国驻瑞典大使陈玉鸣 瑞典各界人士 吕瑞华侨华人等200多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使馆招待会上 瑞典华人联合会还向屠优优的家人赠送了礼物 画面中间的这位是瑞典华人郭艳采 他说徒老的家人告诉他们 徒老谢绝任何贵重礼品 这种朴实无华让郭艳采特别感动 出席使馆招待会的瑞典华人还有画面右边的这对夫妻 瑞典华人联合会的老会长王吉生和他的夫人刘颖 今年60岁的王吉生在瑞典的一家公司担任财务工作 他的夫人刘颖是一位医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和图优优是校友 为了能亲眼见到图优优一面 家住斯德哥尔摩的王吉生和刘颖夫妇在当地时间12月10号前往斯德哥尔摩音乐厅 参加了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黄吉生告诉我们 他还全程观看了图优优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进行的诺贝尔演讲 因为普老是浙江宁波人 那时他的一些朋友还担心 可能会听不懂图佬能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 王吉生说 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到今年图优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间只隔了三年 他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中国人获得这一荣誉 我们相信中国的科学家以后来领奖的坚责 可能是更加常态化 以后我们这个瑞典的华人 可能是把这个接待中国来的领奖的科学家 作为一种固定的这个设计活动了 视线聚焦南苏丹 先来看一张结婚照 右边的这位是新郎官 这是中国驻南苏丹维和工兵分队的翻译组长陈俊全 今年27岁了 左边是他的新婚妻子刘霞 他们在8月份的时候 刚刚举办了一场很简单的婚礼 而这场婚礼可是来之不易的 因为陈俊全的工作原因 他俩的婚期前前后后总共推迟了三次 这有情人到今年才终成眷属 可是结婚之后没几天 陈俊全就又回到了南苏丹继续执行维和任务了 陈俊全担任的是翻译工作 他的外语水平过人 不过呢 他最为同事们称赞的却是他出色的预判能力 在两年前的时候 陈俊全在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当时他带领20名官兵 八台机械 在尼日利亚护卫分队的协同下 负责联合国过渡营区的拆迁工作 有一天他注意到 随着板房拆迁的进行 营区附近围观的难民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有一些人 他们带着撬棍和斧头等等 这让他心生警惕 赶紧告诉所有队员 时刻做好应急准备 果然趁着他们忙于拆迁 部分难民开始抢夺营区内的食物水源和生活设施 引发了小规模的冲突 护卫分队不得不上前制止 并通知了当地警察 眼看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陈俊全凭借经验判断 即将爆发大规模暴乱 由于维和官兵不能参与所在地区的内政 不能擅自使用武力 为了保护战士们的安全 陈俊全向上级请示之后 迅速集合人员装备 快速撤离了 果然当地警察抵达之后 不仅没能制止态势 反而是愈演愈烈 最终这起暴乱 造成了三十多名难民伤亡 八名警察受伤 所幸中国的维和人员并没有受到伤害 而陈俊全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特别贡献奖 对于新婚的妻子陈俊全说 他还欠他一场像样的婚礼 不过他的妻子却说 我知道部队比我更需要你 相信经历维和的考验魔力 我们的婚姻会更加坚定 目光聚焦蒙古国 我们来看 这是一张拍摄于今年十月的合影 画面右边的老人名叫许进甫 75岁 是一名美国华裔 他旁边的这位陈爱华 扬州人 今年48岁 说起这两位的相识 还要从一段有点离奇的故事讲起 去年八月的时候 徐老一个人去蒙古国旅游 玩了几天之后 徐老就来到了乌兰巴托火车站 准备乘火车来北京 没想到在车站里 三个突然冲过来的小伙子 开始抢他的背包 徐老当时所有的现金和证件都在包里 因此他使劲的用双手护住背包 没想到三个年轻人又开始对他拳打脚踢 就这样 徐老的背包被抢走了 当时他坐在地上 大声的喊着 救命啊 有人抢劫了 老人声嘶力竭的呼喊声 正好被同在乌兰巴托火车站 等候列车的陈爱华听到了 当时他刚刚结束在蒙古国的工作 准备和同事们回中国 一听是说着中国话的老人在呼救 热心肠的他就立马向徐老奔了过去 简单问明情况之后 他向抢包者逃窜的方向追过去 看到后面有人追来 抢匪迅速从包里拿出了一打美元 然后把背包丢在了地上 包里的证件撒了一露 陈爱华赶紧捡了证件 几名抢匪趁机逃离了现场 本想继续追赶的陈爱华 想到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把护照和身份证放回包里 交还给了徐老 谢过陈爱华后 徐老开始犯愁了 他随身携带的这四千多美元 被抢走之后 就没有返程的车里费了 这可怎么办呢 陈爱华二话没说 花了四百多元人民币 为徐老买了一张 去二连浩特的车票 又陪老人来到了北京 临走的时候 陈爱华又塞给老人 两千元人民币应急用 回到美国后 徐老逢任便说 这段在蒙古国的奇遇 今年国庆节 徐老在一次和陈爱华的通话当中 意外得知 陈爱华的母亲正在医院住院 徐老立刻就订了机票 辗转三十八个小时 他再一次见到了陈爱华 还看望了他的母亲 这让陈爱华惊讶不已 同时也为老人一路的颠簸而感到心疼 事后陈爱华说 其实我真的没有做什么 换做任何一个中国人 当时应该都会这么做 目光转向美国 画面上这一位站在国旗下的老人 他叫胡顺 老人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了 享年95岁 老人是美国南加州的著名乔领 曾经和杨振宁一起建立了全美第一个华人组织 全美华人协会 还曾经奔走七年 在1981年促成了洛杉矶与广州结为姐妹城市 为此 美国乔报等华文媒体在老人辞世之后 还专门刊登了纪念他的文章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他在31年前 亲手升起洛杉矶中国城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1984年的时候 中国体育代表团到美国洛杉矶参加 第23届下级奥运会 这是新中国首次派团参加奥运比赛 而这届奥运会上 中国队拿到了15枚金牌 这让很多当地的华侨华人都感到扬眉土气 作为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分会的会长 当时64岁的胡顺 为了给中国奥运建儿庆功 他在洛杉矶唐人街 亲手升起了当地第一面五星红旗 从那一刻起来 我觉得整个社会在洛杉矶参加了 他们都很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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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不再是中国人 在洛杉矶 所以我们都很羨慕 他们都很羨慕 他们都走到外面 我们都很羨慕 并不断下来 因为普通人 在桌上 会永远的手 会永远的手 不过当时距离中美建交 才几年的时间 就连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 还都没有成立 胡顺的举动 也引起了当地一些仇视 新中国人士的反弹 不仅国旗遭到了焚毁 胡顺一家还受到了死亡威胁 尽管如此 胡顺还是顶着压力 继续组织洛杉矶的华侨华人 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场 热闹的庆功宴 胡顺说 当时他们租了一个 可容纳一千人的宴会厅 没想到活动当天 居然来了将近三千人 他们不得不又多租了两个厅 所有的来宾才都得以入座 胡顺先生 1920年生于美国洛杉矶唐人街 祖籍中国广东 上年时代的胡顺 曾回老家读书 并于抗战时期重返美国 加入了美国海军 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为华部著名的侨领 几十年来 胡顺先生为洛杉矶中国城的发展 和推动美中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目光转向约旦 最近由中国援建的 约旦大学中国脚项目 在约旦大学语言中心 举行揭牌仪式 你看这就是由中国驻约旦大使馆 向中国脚捐赠的二十台电脑 成立这样一个中国脚 也就是为了帮助这里的学中文的 这个约旦学生 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环境 学习条件 使他们能够更好学习中文 更好地了解中国 据了解 拥有四十三年建校历史的约旦大学 是约旦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该校中文系于2009年建立 目前有一百多名学生 六年来 中国一直为其援助硬件设施 并公派中文教师前来支教 为约旦培养了很多汉语人才 视线转向赞比亚 我们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一位中国医生 正在给一个小孩做口腔检查 最近中国第十八批 原赞军医组的九名医生 到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 为这里的一百多名小学生 和教职工做了健康检查 虽然检查的项目 都是常见的内科外科五官科等等 不过对于这里的孩子们来说 他们却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检查 体检结束之后 中国医生们还向赞比亚中文国际学校 赠送了药品等物资 目光转向英国 画面上的这个小伙子叫李宁 是一位英国华人 今年33岁 他现在是一个家具销售商人 前不久 他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 华人商业领军人物颁奖盛典典上 获得了中小企业杰出奖 那么李宁卖家具的生意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答案特别简单 就是四个字 便宜快捷 您看 这个是他的一个销售网站 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 就直接在李宁的这个网站上定制家具 而这种方式 要比传统的家具销售方法 节省了很多时间成本 李宁他算过这么一笔账 说如果消费者从一家实体店面 购买一套家具 中间涉及的人 包括生产商 进口商 货运商 批发商 零售商等等 顾客可能要为此支付2000英镑 但如果直接从他的网站上购买 只需要四分之一左右的价钱 而且不到十天就能收获 那么李宁是怎么想到这样来卖家具的呢 这还要从他多年前的一次买家具的经历说起 当时他正准备花3000欧元 去商场买一个真皮沙发 一个朋友却告诉他 他要买的那个沙发 其实就是李宁的老家广东佛山生产的 于是李宁通过朋友 直接跟生产厂家取得了联系 最后以300美元的价格买到了那个沙发 这件事启发了李宁 他干脆就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发现佛山是中国家具生产基地之一 一些出口的高端家具 其实都是从佛山出口到了欧洲 但这个过程要经过超过7位中间商 也就是说这中间有巨大的利润空间 就这样李宁在2009年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具销售网站 但由于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事物 起初两个星期里 李宁的网站一天只能收到一两个订单 这可怎么办呢 李宁决定去社交网络上投诉广告 打响网站的知名度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李宁的家具销售网站 如今李宁的网站不仅在英国变得流行 他还进入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家具市场 公司有将近200名员工 未来他希望能用自己的网站 为中国的家具厂商和家具设计师 提供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 目光聚焦美国 圣诞节就要到了 华步人流持续增加 近日纽约华步市警五分局的工作人员 在中华公所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您看正在发言的这位 就是华步市警五分局的局长康诺利 他说 11月份辖区内发生了12起抢劫案 平均不到三天就发生一起 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5% 最为恶劣的是 嫌犯大多数是针对老人和妇女作案 五分局近期就抓获了一个参与了16起入室抢劫案的嫌犯 日前又有一名91岁的华裔老夫人 在银行取款机取钱的时候 遭到了一名非裔妇女的抢劫 康诺利说 目前分局已经从监控录像当中提取了嫌犯照片 也贴出了告示 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当地的华人住户们 提高警惕 注意自己的随身财物 平时要关好门窗 发现可疑人员 及时报警 目光聚焦澳门 我们来看 澳门的大三八牌坊 您看这个光影 是不是很炫酷 近日2015年澳门光影节光影奇缘活动 在澳门举行 活动以蝴蝶仙子与小精灵的澳门奇遇为主题 内容包括光雕表演 灯饰装置及互动游戏 这场活动将会持续到12月底 如果您也去澳门 有兴趣的话不妨也去看看吧 视线聚焦法国 我们来看 盘子上的喜 瘦 后面还有被遮住的符 鹿 这么精美的摆盘 是前不久 中国厨师在法国马赛国际美食节上的杰作 本次国际美食节由法国马赛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举办 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名宾客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今年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是第一次派出中餐参加此次盛典 但中国的展位作为贵宾展位被摆放在了全场的最正中 现场不少宾客对中国的展位都很感兴趣 甚至还有人拿出纸笔 现场抄下了福禄受洗四个摆盘的中国字 留下来做纪念 目光转向马来西亚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 他叫黄顺发 今年已经是98岁的高龄 最近他应邀出席了自己的母校 马来西亚巴生港青年学校的百年校庆 他也是出席这次校庆活动最为年长的校友 这一次校庆共邀请了5000名校友出席 作为巴生港青年学校的姐妹校 来自中国义乌香山小学的同学们 也在校长的带领下参加了活动 并与巴生港青年学校的同学们一起表演了节目 巴生港青年学校创办于1915年 是巴生市港区内唯一一所华文小学 目前有大约1500名在校学生 除了华裔学生 也有不少马来语和乌语的学生 好 视线聚焦 印度尼西亚 您现在看到的是前不久在雅加达举行的首届 印尼汉语报告文学真文比赛的颁奖典礼现场 很多年轻一代的都已经就是说不懂汉语 可是我觉得很高兴的就是 我们发现了一个可取的现象 就是80后的已经开始能够写文章 而且写真文学作品 这一次参赛的作品共有60多篇 本届比赛的冠军由印尼华裔女作家林世芳获得 她的作品烈火重生 记述了印尼40多年前的那段排华历史 我们认为有很多历史我们应该把它挖掘出来 然后因为我们一些写作人年底都已经比较大了 一些历史可能会成风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办这个报告文学 让一些就是说让一些我们的作者呢 把他们知道的一些历史故事把它写出来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就是这些 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水墨画这种绘画形式在中国和日本都有 然而两个国家的风格却是截然不同 今天我们华人故事的主人公沈和年 就是游走于这两种水墨画风之间的一位画师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的故事 沈和年 旅日中国画家 擅长水墨画创作 近年来活跃在日本画坛 从十年前 沈和年就开始尝试融合中日两种画法的水墨画 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着浓郁的日本特色 画面柔和朦胧 而其中又点出了传统中国画清晰硬朗的线条 我觉得水墨画 你稍稍一个犹豫 稍稍一个东西全都留下来痕迹 而且它不能涂改 它又是一瞬间一瞬间的情感 它全能记录下来 我觉得水墨画它是表现中内心的情感 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 在上海成长起来的沈和年 曾师从上海著名的国画家唐云 在老师的介绍下 他有幸结识 刘海素 林峰眠等国画大师 在大师的启蒙下 他痴迷于中国国画 尤其擅长血液花鸟 在中国水墨画强调的是阳刚之气 要有国法用笔 要强壮的阳刚的 是中国画面 它是以线条作为 特别是从传统的中国画 以线条作为一个造型的主要手段 而勒布年它是反过来 是含蓄的 阴柔的 并不强调那个线怎么样 它把线揉进了面 就是它以墨为主 中国是以笔为主 1987年 沈和年东渡前往日本 30年来 他将传统的中国画技法 与日本水墨画风融合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2015年10月 沈和年带着自己近年来的作品 来到中国美术馆 在一场名为 梦从东方来的画展上 与其他九位旅日华人 共同展示 自己在中日水墨画上的探索 我那个作品 名字就叫《黄霍系列》 要抽象 也许是出现一点伤口 也许是一个云雾的一顺 最典型就这张画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木的面 这个木的面 它就像在阳光下 在空气中在颤抖 表现了空气的感觉也好 然后表现 怎么说 自然的那个 有呼吸的感觉 在颤动的感觉 然而谁能想到 如今游走于两种 艺术风格之间的沈和年 曾经竟然把日本水墨画 看得一文不值 更没有想过 要画进自己的作品里 总的来说 到底也是柔和的 但是没有古法 那些没有那些 钢井的东西 它现在很弱 那我就看上去就觉得不行 不对位 就是不对我的位 当时 所以我并不把他们看得这么高 那是什么改变了沈和年 对日本水墨画的看法呢 故事要从他刚刚来到日本 遭遇的挫折讲起 1987年 沈和年受邀到日本参加巡回商业展览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 他带着自己的作品 跑遍了日本各地 也结识了不少爱好艺术的当地人 沈和年当时想到 也许借着这个机会 能打进当地画坛 在日本 新人要想获得画坛的认可 往往要参加在各地举办的公墓画展 如果能在展览上获奖 可以说是进入这个圈子的敲门砖 因此对于沈和年来说 参展本应是他必走的一条路 我也可以走这条路 但是我有点自负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水质那么差 我那个全国也搞了画展 搞了那么三年 跑了跑了好多地方 也认识不少画家 我去参加这看不上眼 一个都没参加 接受传统中国画训练的沈和年 对没骨头的日本水墨画 竟然看不上眼 自负的他不愿参加公墓展 进入日本画坛的路 成了一条死胡同 没有一个人来找你 人家干嘛来找你 你算老几啊 那你也在那里 守住待兔的话是不可能的 时间来到1994年 沈和年已经是38岁 人到中年 家有妻小 自己追求的绘画理想 却处在这样一个 不上不下的尴尬经历 我想在这里 如果是光跟那些业余的爱好 虽然说他们对我也是很好 也很尊敬你 你跟他们就搞搞融融了 那么乐此过去的意识就不大 我就还是回国吧 这一年 沈和年回到上海 可是他并不甘心 1997年 再次回到日本的他 放下自负 重新寻找进入日本画坛的机会 并且开始为当地艺术杂志投稿 想不到这时机会就找上门了 这个杂志一完 二旋社就给我来信 他说我们想请你来 我们来请请你来 想跟你谈 有没有可能性合作的事情 二旋社是日本著名的出版社 他出版过许多高品质的东亚美术图书 在中国和日本的美术界 享有很大名气 沈和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二旋社的合作邀请 开始创作教化中国画的图书 有一侧的对我来说 其实蛮有兴趣 就是画一个热厂 日本所见到的热厂生活用品和食物 也是给我比较相对来说 就集中的就触动了我一下 就是用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的手法 来表现一些原来是根本没想到去表现的东西 比如说自行车 那个吸尘器 高跟皮鞋 这些轻松有趣的图书一经出版就大受欢迎 二旋社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与沈和年约定了多本新书的出版 更出乎他意料的是 这些原本为初学者设计的图书 竟然也吸引了许多专业画家的注意 当年他拒绝参赛的公募展 邀请他担任画展的评审委员 就在他越来越多的为当地画坛接受的同时 沈和年也爱上了日本水墨画 与众不同的美感 他比较柔和 就是比较安详 那个作品就比较近 就是说 我是觉得绘画的那个乐趣 在于发现 能发现到 前人没有发现到的东西 哪怕是一点 尽管已经画了大半辈子的水墨画 但是在看似简单的墨色中 沈和年每天依然会发现无穷的创作可能 在水墨的世界里探索 让他乐在其中 预约收看 再现回看华人世界 敬请关注 CCTV4官方微信微博 好了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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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